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 但愿每一天的恩典365 不是这个短短的几分钟的节目 有什么好祝福的 而是神的话是带着祝福的 这一位万福的源头 独一的真神是带着祝福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赐福的神 没有人不要福气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赐福的神 你怎么去得呢 没有人不喜欢钱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哇在巷口那边有人在发钱 哇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 哇凡是经过那里的人 每个人他高兴 今天每个人十万五万都给 你不知道你就不会去拿 但是你知道有一位恩典万福的源头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要给的不是十万五万 他要给的是远远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 好像圣经里面说 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些丰盛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没有办法得 所以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创造恩典独一的真神 圣经里面讲到说 神用六天创造整个的世界 在这个记载这六天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话是很宝贝的 是跟你我有关的 是一再出现的 这些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今天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 神的很多的创造 不管是动物啊植物啊等等这些的时候 特别是这些生物 有几个字是一直跟着的 就是各从其类 我还是要说 神是有次序的神 天心燕乱 几天前跟你分享到说 上帝做事有次序有计划 祂造人是造男造女 不是混杂的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这个动物跟那个动物 神所有的创造是各从其类 这四个字对我们很重要 你知道因为仇敌 一直在做一件事 仇敌恶者撒旦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混杂 制造许多的混杂 在混杂当中 就会造成一堆的混乱 混杂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人失去 他要整个被造物 失去神造 神造他的那个原意 神造男人有一个对男人的计划 神造女人有一个对女人的计划 仇敌把很多东西混乱了之后呢 就失去了那部分 我们有句不太好听骂人话说 男不男女不女 其实我觉得那个还不是讲的是外形 外形的部分有东西是会改变的 比如说满清的时候男人都留辫子 到了民国以后辫子剪掉了 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在 但是又开始有一些艺术很艺术的 留个长辫人觉得说 有男生怎么留辫 其实那个不重要 那个是外在的 外在的随着时代 随着文化会变的 但是里面 神造男人应该有的那个特质 还在不在男人的生命里面 神造女人应该有的那个特质 生命的值还在不在女人里面 那个才重要 那个已经不是外形的问题了 各从其类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意思是说 上帝的创造 每一个 每一类都有他一个特定的 赋予那一类特定的价值 神对 神对狮子 有一些对狮子的价值 神对花 有一些对花的价值 神对一些金属的矿物 对一些有一个特别的价值 用到他的价值上 他就产生那个功能 所以天心燕乱 讲这些我就在想到说天 我们中国人讲天这件事很有意思 其实中国人在我们的老祖先的过程当中 恐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里面 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上帝 但是中国人的心中有一个天 这一位上帝在中国人心中是有分量的 每一年我到北京去 在北京天坛 我想去北京这个观光 或者是住在那里 大家都会去看天坛 天坛是历代的皇帝祭天的一个地方 每一年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典 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去祭天 而在天坛里面摆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佛像吗 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没有耶 天坛里面只有一个牌子 那个牌子上面写的四个字叫做 黄天上帝 黄是大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所记得是那一位 这个宇宙之间最大的黄天 像天一样最大的那一位 创造的上帝 中国人还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宇宙一定有一个创造的 那个最大的上帝 今天我们何等信仰 透过圣经我们可以来认识 历代皇帝在那里祭拜 却不一定认识的那一位 黄天上帝 好好读圣经 透过圣经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主谢谢你 认识你真好 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 唯有认识你 我们才能够进到 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祝福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认识这一位 我们中国人的黄天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